第十六课 朗读下列短语和句子 一、城市 一个城市 大城市 旅游城市 我想去其他城市看一看 二、皮鞋 一双皮鞋 新皮鞋 买皮鞋 你送的小皮鞋和小帽子真漂亮 三、长 长大了 长得胖胖的 长得很可爱 它长得像谁 四、检查 检查作业 检查一下 好好检查 你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五、关系 师生关系 朋友关系 他和学生的关系很好 人和人的关系冷冷的 第十七课 朗读下列短语和句子 一、请假 请病假 请试驾 请两天假 下个星期 我可以请几天假吗? 二、爱好 很多爱好 很多爱好 我的爱好 我的爱好是游泳 他有很多爱好 三、办法 好办法 没有办法 学汉语的办法 谁都有办法看好你的病 四、选择 选择题 选择时间 很难选择 应该选择对的时间锻炼 五、渴 很渴 不渴 口渴了 刚运动完 口渴的时候 不要马上喝水 第十八课 朗读下列短语和句子 一、动物 一只动物 小动物 喜欢动物 动物和小孩一样 都需要人照顾 二、同意 不同意 他同意了 他不同意这件事 你家人同意吗? 三、机会 有机会 工作机会 学习机会 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 四、种 一种文化 这种药 这种药 你喜欢喝哪种茶 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 五、的 认真的学习 认真的学习 着急地说 热情地回答 只要经过一段时间 就会慢慢地习惯的 第十九课 朗读下列短语和句子 一、短 很短 短头发 短一点 他小时候喜欢短头发 二、蓝 蓝色 蓝衬衫 天很蓝 他今天穿蓝西服 看上去像四十多岁 三、过 过生日 过节 过周末 他刚过完一岁生日 四、船 一条船 坐船 船上 我坐在船上 一边看黄河 一边照相 五、经过 经过超市 经过图书馆 经过一条河 一路上 经过了很多地方 第二十课 朗读下列短语和句子 一、东 东边 东门 中国在东边 公司东门外 不就有一个 大商场吗 二、关心 不关心 关心学生 他一直都很关心我 你怎么突然 关心起体育来了 三、成绩 数学成绩 考试成绩 你是怎么提高历史成绩的 我的成绩差极了 四、解决 容易解决 解决问题 解决的办法 多么难的问题 都会被解决的 五、试 试一试 试着说一说 试试看 有些问题 有些问题 得试着做做 关心 防备 优优独播 优独播 国立法 优独播 平均